新冠疫情 肆虐全球 民进党趁机抱美国大腿 制造两岸对立 撕裂同胞感情 一位亲美 蔡英文给台湾社会 带来哪些风险 台当局如何才能保证 台湾民众的健康与安全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新冠疫情蔓延 蔡英文亲美有风险 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 不断地升级 美国面对疫情的应对措施 也饱受诟病 而在此情况之下 台湾民进党当局 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亲美 并加紧对抗大陆 会对台湾的安全和发展 带来极大的风险 疫情升温 蔡英文是否还会 一味地抱美国大腿 这又会给台湾民众的利益 造成哪些损失 好 就这样一些话题 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 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 唐湘龙先生 北京联合大学的教授 朱松林先生 欢迎二位 刘好 宋明兄好 全球的央视观众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湘龙兄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现在全球 都在抗击疫情 所以说对于疫情岛内 有很多的评论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一下了解 钟评社日前发表评论称 随着新冠疫情 在美国不断升级 美国正在输掉这场 对抗疫情的战争 并随之进一步失去 其在全球的领导力 而这也会对台海局势 带来一定影响 近期民进党当局防疫 只防大陆 不防欧美 还与美国搞一致联合声明 一方面令台湾 境外输入病例大幅增长 另一方面制造了两岸对立 撕裂了同胞感情 台湾民众要看清楚 美国只注重自己的国家利益 现在台湾只是美国 可以利用的工具 未来可能会被美国抛弃 亲美 傍美 而至两头空 是可以预见的结局 首先想请向龙兄 来简单给我们梳理一下 目前台湾方面 抗击疫情的情况 那么台湾当局跟美国方面 都有哪些 在抗击疫情上的互动 为什么在岛内 有那么多人 在指责民进党当局 指防大陆不防欧美 在台湾的民进党当局 对照于当疫情 在大陆地区 武汉地区 爆发开来之后的 这两个多月的态度 在对照于美国这两周 当它的疫情爆发失控之后的态度 当然判若云逆 台湾目前的防疫 整体来讲 现在的总病例数 总确诊病例数200出头 那大部分都还是境外移入的 本土的病例数 虽然有三十几个 不过大部分都可以追踪 有少部分 大概四个左右 很难去追踪的 很难找到接触室的 这几个病例 目前为止 还看不出它有扩散的情况 所以大致上 到这个礼拜为止 台湾的整个的疫情的防控 做的还算到位 不管第一线 或者说第二线的医疗 或者第三线民众 在公位上面的 总体的提防 都还可以 可是我们刚刚 我们提到过 就是说 当大陆1月23号 武汉封城之后 台湾方面的官方 采取了一系列 极有针对性 不友善的动作 没有错 1月23号 当武汉封城之后 全世界不明就里 尤其美国带头 它的这个所谓 西方的兄弟们 对中国采取一种 冷嘲热讽 然后隔岸关火 的那种的态度 对于大陆 不但没有任何的 雪中送炭 相反的落井下石 而台湾 也是跟在后头 丢石头的内阁 台湾除了 当大陆 非常需要各种的防疫物资 非常需要安定人心的时候 台湾的率先表态 台湾的口罩禁止出口 所谓的禁止出口 不是出口到 其他的国家地区 简单讲 就是禁止到 送到大陆去 你不要管 要寄过去都不可能 第二个 在包机上面来讲 更不要讲 武汉在当地 因为武汉封城 封得很彻底 那在武汉当地 一千多名的 这些台商 台胞 其中85% 是到那个地方 短期旅游探亲的 就是过年期间去的 不是在那个地方 经商就学的 都回回不来 包机 就是故意用政治的态度 去刁难你 以至于两岸之间的包机 即使前后飞了三班 到现在为止 还有八九百位的台商 在武汉当地动弹不得 只能够等解封 第三个 当大陆的疫情 到二月中旬的时候 正在高温的时候 虽然那个时候 看起来拐点已经过了 但是仍然在高温的时候 台湾方面 特别的警告 台湾的医护人员 禁止离开台湾 无非就是说 你不可以到大陆去 因为有一些 台湾的医事人员 他们自动串联 他们认为 大陆现在需要医护 他们愿意投入 民进党其实 无非就在警告 这些台湾的医护 你们不准够去 不管你是心理医生 或者你是各科别的感染科 你都不准去 今天美国有难的时候 他连开口寻求协助 都不好意思 加上各国 都有自己的防疫的需求 美国显得 非常的孤立无援 特朗普尤其 在内部跟外部 都显得孤立无援 没有任何人 是同情特朗普 或者声援特朗普 这个时候 蔡英文政府 用送口罩的方式 即使量不多 但是那真是春风送暖 再加上 有意无意释放者 台湾和美国之间 共同开发疫苗 台湾和美国 美国之间 在防疫资讯上面 互通有无 不断地释放台美之间 紧密合作防疫的讯息 但是终究是没有用的 这些的疫情 对台湾冲击仍然很大 因为早在 对大陆关门的那个时间 包括我个人在内 不断地在质疑 好吧 大陆自己防疫 都防得非常紧 你要防 你要把门先关起来 关紧一点 我不反对 基于防疫的需求 可以 可是你对日本 对美国 完全不设法 台湾的官方的态度 就是说 美国没有什么病例 3月1号以前的时候 只有50几个病例而已 我干嘛要关门 可是我们不断地提醒 那是因为美国 都没有检测 那是因为日本 都没有检测 你看日本跟韩国 韩国有检测 积极检测 日本没有检测 那个呈现出来的 确诊病例数差多少 一直到3月 3月初 当有美国反台的 这些台胞 一回来之后就确诊 他终于压不住了 开始对美国 进行了某种旅游的管制 升高了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美国的疫情大爆发 到底有多少的确诊的病例 进来台湾 已经不知道了 的确是现在世界 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疫情也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看到新闻有很多报道 比如说医疗物资的短缺 还有民众因为恐慌 抢购生活物资等等 所以说每个国家和地区 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防疫措施 也是不同的 对此我们不予置评 但是台湾方面 毕竟跟大陆 有着历史的渊源 两岸一家亲 是祖国的一部分 所以说这种撇开大陆 一味亲美的对抗大陆 一味地跟美国互动的 一个防疫的策略 它到底是不是 对台湾民众 或者是对台湾未来的 经济的复苏是好的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 应该说台湾当局 采取这种态度 这种政策 跟它的政治考量有关 跟它的政治利益有关 也跟它的心理因素有关 这就像法门寺里边的 甲棍讲的 说你坐下吧 奴才占惯了 凡事就该考虑到 这样的一些方面的问题 这些其实在台湾 跟美国交往的 各个方面里边 都能表达出来 很清楚 包括只要到台湾去参加过 跟美国人一起参加过 研讨会的学者 或者到过相关的一些 比如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 就会发现 在安检的时候 大陆人跟台湾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大陆人去的时候 严格按程序总 台湾人去 美国人过去的时候 包括美国的记者 扛着所有的摄像机 对所有的那些安检设施 旁若无人一样就过去了 没有人管它 只不网文 那么在病毒的检测里边 有这样 你只对大陆设防 对欧美不设防 就对美国 言听递从 根本就不敢动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必然会引起 输入型的病例 越来越多 那么台湾方面也提到了 这种情况会使得 未来一段时间之内 每一天 岛内的这种 确诊病例 都会与两位数字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增长 希望岛内的民众 不要有什么意外 已经有吹风会吹过了 第二点就是 这种情况做完了之后 其实对于岛内的 民众的生命 健康安全 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再一个就是 到目前为止 小龙兄刚才也提到了 台湾当局可以给美国 去送口罩 可以去采取各种措施 但是岛内的民众 有的自己的亲友 在美国 在欧洲 念书 或者是生活 他们也缺口罩 缺一些医疗物资 希望寄送到美国去 但是当局不允许 所以岛内 很多人就在讲 允许当局送十万 不许百姓击一片 那么这种状况 也表达出来 老百姓对于 这些问题的一个不满 严格意义上说 这些并不是 以老百姓的 这样的一种 生命健康安全 为主要考量 而是以自己的政治 为主要考量 是 可是我们看到 面对这样的一个 现实情况 民进党当局 似乎并不承认 而且外事部门的 相关负责人 还对外表态说 跟美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互动 特别是之前发过 一个联合声明 是政府对政府 似乎对自己 跟美国之间 在防控疫情上的互动 是非常满意的 所以说 对于疫情防控的 好不好 对于能够 对台湾民众 起到多大的作用 似乎不是 民进党当局 最看重的 民进党当局 最看重的 似乎是 这样的一个身份 比如说 吴钊燮提到的 政府对政府 所以说 是不是还是 政治操弄优先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说 在看待民进党政府 操作的台美关系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认为 民进党政府 在乎的是 美国对台湾有多好 我认为它最核心的思考 以这二三十年的观察 它最在乎的是 美国对民进党有多好 这对台湾好不好 那不是重点 换句话说 只要你美国 只要你今天 美国的政府部门 美国的两党 在台湾内部 做政治选择的时候 它是喜欢民进党 特别爱民进党 就够了 换句话说 让民进党 在台湾的岛内 成为美国唯一 钟爱的政治力量 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就可以了 不需要 从整个台湾的角度 去思考 因为台湾内部的政治立场 其实五花八门 那跟民进党 不同路数的也很多 包括我个人 但是 只要美国 是喜欢民进党的 对台湾的未来 是寄望在民进党身上的 民进党就达到了 他的战略目的 这一点是许多 在研究台湾问题的人 研究美中台的 这个三边关系 尤其是美国 如何操作台湾排 这件事情的人 可能要先想清楚的 民进党 只要美国 喜欢民进党 就够了 好 那你看到 吴钊燮的讲话 他有他的合理性 第一个 你看到这几年的时间 特朗普上台了之后 不管是 台湾旅行法也好 或者是每年的 国防授权法 对台的军售 对台的承诺 或者要求提高 两岸 台湾跟美国之间的 这种的文官 跟武官之间的 交流的级别 甚至军舰互访等等 甚至于不断的 会有一些的议员 动不动提出 就是说 希望台美之间 能够有一些 联合的军演 或者到最近 在疫情爆发之后 你看到美国的 美国的就是说 他的国会部门 都还通过了 台北Act 就是台北法案 简称为台北法案 美国在这几年的时间 延续过去 这个实随之位的 台湾关系法 他不断地把 对台湾的设外 军务 这方面的 理论上面来讲 是美国管不到的 以双边 没有正式的 这种承认关系 管不到的事情 他完全都用 他的内部法律 去处理 让你要去反对 也没有用 要去批评 他也不理你 他用他的国内法 去处理台湾问题 这成为美国的 标准模式 那民进党 从吴钊燮的角度来讲 他当然很乐意见到 因此当这一次 送口罩的行动的时候 你看到吴钊燮 你看到的台湾的官方 他在宣传 这件事情的重点 表面上面来讲 他在告诉你 就是说 我们用口罩换 换这个就是美方 愿意提供给台湾的 所谓的防护衣 在整个医疗的 这个防护衣的原料 台湾在这种 比较高端的纺织业 其实做得不错的 台湾老实讲 不缺防护衣 也不缺原料 台湾的某一些的 上市的厂商 防护衣做得很好 但是找个理由 把口罩送给美国 向特朗普政府示好 但是在整个的 记者会上面 你注意听吴钊燮 他们所暗示的 就是这一次的 双方面 好像在防疫资源上面的 一点小小的交流 十万口罩 换一点点的防护衣的原料 十万片口 口罩多少钱 你一个在新台币 五块钱 你算算看 多少多少钱 一个五块钱 十万个 也才不过 五十万新台币而已 五十万新台币 你换算下来 大概就是 十万人民币 一个礼拜 送他十万人民币的 口罩算很多吗 并不多 可是他要强调说 你看我们在双边的 这样子一个交换的 交换的这样子 一个默契协议上面 那个文字上面 是用台湾-US 你看台湾跟美国 就变成是政府 跟政府的关系了 他在炒作这样子的 一种的气氛 内容并不重要 民进党要的就是气氛 他根本不在乎 大陆的看法 只要民进党 在台湾的内部 是美国人看到台湾的时候 他最爱的对象就够了 美国抗议不利 导受诟病 台当局为何仍要 一味道帖 蔡英文能从美方得到什么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虽然说目前民进党当局认为 跟美国之间进行 这样的一种互动 是对民进党当局的政治 有需要有价值的 但是我们看到 也有分析认为说 美国最后很可能 会输掉这场防疫战 那么如果说在防疫的问题上 跟美国之间进行 这样紧密的互动的话 那么对于台湾来说 带来的连锁反应会是什么 第一点就是输入型的病例 进一步的增多 我们已经眼见的 每天以两位数的增速 到内再增加确诊的人数 而这一个确诊的人数当中 很多都是从海外回来的 第二点就是当前这种情况 美国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 疫情结束之后 相关的连锁反应会继续 而台湾跟美国这个战策 绑得太紧 那么美国为了解决 自己的相关问题 尤其今年还是美国的选举年 那么农民的问题 美国农产品的销售问题 美牛的问题 美猪的问题 就需要台湾方面予以配合 那么这样的一个配合 就会冲击台湾的农业 冲击台湾养猪者养牛者的 这样的一批业者的生活 甚至使得岛内的生产链 产业链发生很大的变化 使得岛内很多老百姓的生活 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为这种状况 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弹 这个民进党当局 就有很大的压力 对于老百姓来讲 自己面临的这种改变的冲击 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点就是 民进党当局 这一次有很多事情 做得很绝 话说得也太绝对 那么引起了两岸之间 民众的这种对立 自己往回走都很困难 那么他恐怕也没有想到 这次疫情 对于美国的冲击 是如此之大 自己在连锁过程当中 殃及驰鱼 会如此之深 所以未来 疫情结束之后 还是要依靠大陆 还依靠大陆的市场 依靠跟大陆之间的一个交流 依靠跟大陆之间的一个互动 来拉抬台湾的经济 因为虽然说他跟欧美走得很近 跟美国跟日本走得很近 但是他跟美国跟日本全部都是贸易逆差 但是跟大陆是贸易顺差 如果没有这个贸易顺差 未来他的财政上的问题怎么解决 岛内其他问题怎么解决 那当家财职陈米贵 现在已经是民进党当局的 这个蔡英文当局的第二个任期了 他更应该知道 未来留下这些问题 这些烂摊子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尤其是这些财政赤字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面临的这样一些方面的问题 恐怕台湾当局得思考一下了 这就是为什么岛内一直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还是全部要往美国那方面靠 第二种观点就是 你不能只靠美国 一定要跟大陆搞好关系 因为台湾离美国太远 而离大陆太近 所以说现在看来是 台湾方面一直在倒贴美国 美国方面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体 却需要台湾方面来倒贴 那很显然台湾方面是吃亏的 并没有获得美国方面想要给他的帮助 所以说在这种非常不平衡的 一个互动的状态下 为什么民进党当局还是一味的这么做呢 好的 我还是从延续我们刚前面的那个问题 这个从台湾的角度来讲是吃亏的 但是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讲 不但没有吃亏 民进党占尽了便宜 能够对美国势以小会 能够对美国尽可能的表现善意 知道即使在你最为难的时候 最落魄的时候 你特朗普最孤立无援的时候 我蔡英文我民进党仍然是站在你身边的 stand by you 那种的味道是民进党要的 只要在这个时候 美国知道我在那你身边就可以了 好 当然你说 美国会给台湾怎么样的回馈 美国跟台美之间 当然延续了台湾关系法 在不抵触三公报 或者在三公报上面打擦边球的情况下面 他仍然维持着对台湾的各种的政治的 跟军事上面的承诺 武器照样卖 而且越卖越高规 他已经不太在乎北京的看法了 最近卖给台湾的武器 坦白讲那个规格 基本上级数都蛮高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对台湾最隐性的 对民进党来讲最需要的 是那种老百姓看不见 但是台湾的军方 或者是蔡英文民进党政府 知道美国在我身边的那种的感觉 这个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我指的是说 就像是最近默剑所释放出来的 台海有可能在疫情结束之后 台海有可能发生比较严重的冲突 包括军事冲突 那这种的讯息释放出来 符合民进党的需要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或者说 对美国的军方来讲 他就有一个更堂而皇之的理由 去介入到台湾海峡 去介入到南海 介入到和台湾有关的周边的事物 做军事部署 你看到的在这段期间里面 当疫情在升温的过程当中 台湾对美国示好的过程当中 美国两艘这样子的一个两栖攻击舰 在南中国海举行的军演 接下去包括罗斯福号的航母 也进来了 这种级别的军演 火力展示包括F3 35B的 这样子一个起降的训练 这些实弹的实兵的训练 有压迫性的训练 两栖攻击舰 基本上就是告诉你 我随时是准备要作战的 这种的态势 在大陆防疫期间的时候 解放军基本上按兵不动的时候 那个挑衅的味道超级浓厚 当然解放军也做了一些回应 包括了战略的这种的 就是定期的这种的战略巡航 绕岛 甚至于对海峡中线的试探 这些都是存在的 总而言之 你看到台湾的蔡英伦政府 所做的这些亲美媚美的动作 美国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你对美国的友善 让她有更多的理由 借着这样子一个友善 借着保护台湾 让她对于台湾海峡 对南海有更多的军事的投入 这个军事投入 才是美国真正要的 她可以以台湾的安全为名 让她从东海 以降东海 台海 南海 她都长时间做做军事上面的部署 寻意 操作 让解放军面对台湾 面对美国的不断地去质疑 她说你为什么从这么遥远的 太平洋的东岸 跑到太平洋西岸来 她会告诉你 台湾需要我 因此这种的操作 是美国的口实之一 但是就是美国需要的 刚才乡龙兄谈到的是 民进党当局能够在美国 获得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被美国 明目张胆地利用 那么民进党当局 现在在岛内是执政者 他用什么来获得民众 对他的相信和认可呢 那么如果说 他不能够保证民众的安全和健康的话 那么民众会如何来评判台湾当局呢 所以说接下来 台湾当局的这种策略 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改变 民众是最务实的 等他得到好处的时候 他认为 这个当局还凑合上 还可以 我还可以把票投给你 如果一旦发现当局的一些作为 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 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很大的改变 而这种改变是往负面的方向去走的 那么民众就会走上街头 就会通过选票等等各种方式来教训这个政府 因为台湾岛内是一个选举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那么这种选举社会里边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作为一个竞选者 作为岛内想瓜分政治市场份额的这些政党 要讨好选民 第二点就是他们要到外部去找力量来撑腰 那么就是迎合美国 刚才小龙兄也明确提到了 这个事情对民进党有好处 等于民进党拿着台湾老百姓的税收 得到的这些财政 拿着岛内的这些资源 来为民进党自己做事情 借机打压国民党 打压岛内的其他政治对手 为民进党获得美国的青睐和单一的 唯一的全面的支持做准备 那么这种就会使得 美国也会要求民进党当局为他做事情 一个是防疫的问题 你得帮我 现在全世界确实我得罪人也不少 那么你不帮我 谁帮我 第二点就是面临着未来选举的一系列情况的时候 你也得帮我 包括美国的经济不好 你怎么去帮 怎么去解决 包括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就业问题 现在受到很大冲击了 台湾岛内包括张忠毛的企业 其他一些企业 你要不要到美国来设厂 要不要到美国来雇佣员工 等等很多这种状况 那么这些又会对岛内的就业等等 很多方面形成很大的冲击 可以说现在这场疫情正在改变世界 正在改变世界格局 正在改变人们心目当中的很多观念 即使这次改变不是一种质变性的改变 但是局部的量变 这样的一种状况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它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对于两岸关系造成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我想如果说台湾当局一味的依美抗路 最终恐怕是两边都会得不到任何的一个好处 因为美国打台湾牌 利用台湾本身也是为自己捞好处 捞不到好处的时候 它就会把台湾抛弃掉 因为在历史上美国抛弃掉的这样的一些牌 应该非常多 不缺台湾这一个 在疫情面前人人平等 而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 依然是把政客的嘴脸排在了疫情的前面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 我们常说得道者多助是道者寡助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应该跟大陆联起手来 来共同地抗击疫情 抗击病毒呢 好 就这样一些话题 感谢二位嘉宾的解析 谢谢 谢谢李红 谢谢松明兄 谢谢全球央视的观众 再见 谢谢主持人 谢谢乡龙兄 观众朋友 再见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也欢迎您关注央视频和 今日头条的海峡两岸官方账号 参与海峡两岸报题会的互动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